一定要撑住啊 风云无际的心中吼道 抱着奥寒烟 身躯迅速化为万千光点 交散于虚空之中 一刹那的时间 在风云无际的脑海之中 却似过了千万年之久 当急速流过的空间线条静止之后 风云无际终于出现在剑壳之上 一阵阵夜风 从远方鼓荡而来 黑夜中剑玉兴罗旗部 处处燃烧着大火 浓浓的烟雾 在琵琶声中升向天空 在剑玉上空 形成了更浓厚的烟云 在火把互相映衬的光芒下 一明明剑阁战士跪倒在地上 黄金甲式一片片阴红的血迹渗出 脸上满是烟火熏过的痕迹 一阵阵痛苦的声音声在黑夜里交融在一起 风云无际心中一片冰凉 他出现得非常突兀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到来 剑玉正在进行战争的清理工作 在火光最为浓烈的地方 风云无际看到了一排排黄金甲式 静静地躺倒在地上 在他们身上附上了一层轻轻的白沙 这是飞升之前战士们阵亡的道理 一道道人影穿梭于火光之中 不断将一些阵亡的战士抬到这里 在阵亡的战士边缘 一排排战士跪伏于地 额上记者哀掉的黑沙 风云无际抱着奥寒烟的手 不断地颤抖着 白袍下的身体也跟着微微地颤抖着 一道充满了极度愤怒的吼声 从剑阁的顶端直冲云霄 大片的乌云被这声浪排开 露出一块如青石般倒悬天空的空白 一片片月光从乌云之上附下 将剑阁山峰边缘镀上了一层层蕴黄 黑夜里 一道道目光投向剑阁顶端 那名衣决飘飘的白衣男子 一道消息传遍了整个泰国 风族第二高手风臣 率进半的风族进攻剑狱 剑狱损失惨重 最后时刻 独孤求败以自创的无疾之道 救下了剑狱 精退风族 独孤求败善用尚未完成的掌握力量 重伤 当太玄经文消息带领两千余 集邪大魔头赶回剑阁后 风云无际在剑阁中接见了太玄 从今天起 你不必再出去了 太玄刚刚踏入剑阁内 便听到 阴冷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啊 太玄一惊 有些迷惑地抬起头来 在剑阁上手 风云无际的双手 平置于双膝之上 端坐于剑阁之主的座椅上 光影同时投在风云无际脸上 变换不已 砰 一声轻响 在太玄惊恶的目光中 风云无际突然站起身来 大步从太玄身边擦过 便在擦身而过的刹那 太玄看到风云无际的脸上 一片冷力 这是太玄从未见过的 一种陌生感突然涌上心里 太玄觉得 眼前的师弟 突然之间 变得离自己好远好远 很多年之后 在圣殿关于太古的记载中 风族攻打剑狱 被作为太古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记录在圣殿地下的洞穴中 事后统计 风族偷袭剑狱 剑狱黄金甲氏阵亡五万 这还是因为 黄金甲氏修炼了黄金战爵 实力极度强悍的情况下 在所有人猜测 剑狱会大举骑兵 与风族一战的时刻 剑狱却出人意料的一片平静 与此同时 战族也保持了一片平静 雪狱与战族之间的关系 战地与战妃之间那段 凄美的感情 也渐渐地被披露 风族在太古的声望 恶劣到无以复加 不久之后 剑神将那份给所有舞者一个新开始的筑基心法 流传整个太古 没有任何代价 一切都是无常的 这份筑基心法迅速便传遍了太古 整个太古都沸腾了 只要是个人都明白 这样一份筑基心法意味着什么 不管承认与不承认 明里暗里 各个势力都悄悄将这份心法弄到了手中 与这份筑基心法流传出来的同时 剑狱的另一则行动 却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风云无际亲自带领剑狱高手 由剑狱出发 横扫整个太古 在他手中握着一份长长名单 名单皆是太古数千万年来 有数的大魔头 凡是列入这份名单的大魔头 只有两个选择 臣服或者死 剑神向整个太古展示了他的实力 不管怎么样出名的大魔头 在风云无际面前连出手都可能没有 便一个个跪伏在他的身前 面对风云无际浩瀚如星空的神石力量 这些魔头便如一红清水般的渺小 借助那份筑基心法的作用 各大势力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反正风云无际收服的只能是那些魔头 那些魔头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之数 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其后不久 一只身着黑色悬衣 人数大约三千左右的队伍进入到剑狱 那股神秘的力量终于履行了诺言 所有人大惑不解 剑神向来以护短出名 但风俗偷袭之后 剑狱却罕有地保持了平静 此事令人大为不解 就在此时 剑狱高层由风云无际为首 毫无预兆地向极西之地 风俗空地展开了进攻 短时间内 剑狱攻克了大片领域 随后便突然消失 再无任何后续的行动 三日之后 风俗由风尊带领 率大军席卷了整个剑狱 然而 站在微然的剑阁下 所有人脸上一片茫然 整个剑狱空空荡荡的 半个人影都没有 剑狱那数百万的弟子 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知道 剑狱的人都去了哪里 轰 一身白衣 寒下三缕黑须的风尊愤然出手 轰碎了整个剑阁 烟尘翻涌着 喷上了数万丈高的天空 熔岩 火流 毒烟 到处出没的火红蜥蜴 以及虚空之中 不断生灭的空间裂纹 与时不时出现的空间风暴 还有大片大片的虚无 这一切构成了这个极度不稳定的空间 不只是结构不稳定 这个空间还极度的狭小 与其他空间相比 就像一个竹球 与一片指甲的差别一样 一样一个时不时 有宇宙中最为危险的空间风暴光临 夹杂在众多未面缝隙的小空间 即便是一些强大的恶魔 也不愿意来到这里 然而这里 却是有着隶属所有未面 所有宇宙中 数一数二极度狂热 在这片空间中灼热的地方 即便有着真魔肢体的恶魔 也不敢太过靠近 而那充斥在空中的毒烟 足以让任何呼吸动物死亡 在虚无与未面内 流淌的滚热岩浆中 无数尺长的蜥蜴 爬走于其中 神出鬼梦 这些数量惊人的未面土著 极其庞大 凶悍的个性 与恐怖的肉体 足以粉碎任何庞大的动物 群起而分支 在那生灭不断的空间裂缝中 一道空间裂缝 突然之间扩大到了数丈高下 并且不断地拉宽 眨眼之间 便扩展到数千丈方圆 在那空间裂缝之中 密密麻麻的人影 从中涌出 分布到这个空间 在这源源不断涌出的人影中 是一名脸色冷丽的男子 一角飘飘 右脚 自空中徐徐踏路 从他脚下 一圈弧形的光影 不断地向着四周展开 几乎在这个陌生人 突然喘入这个空间的同时 那翻滚的熔岩中 密密麻麻齿长的火红蜥蜴 吐着分叉的火蛇 浑身带着宇宙中最为灼热的火焰 浮出了岩浆 一围围排成了圆圈 圆圈的正上方 正是这些陌生的闯入者 一声声嘶鸣 从下方传来 下一刻 这数以万万计的火蜥蜴人 在岩浆中蹦弹而起 如闪电般射向空中的人影 便在脱离岩浆的那刻 从他们火红的鳞片下 吐出滚滚的毒烟来 为首的男子 默然地看着前方 脚下微点 那圈弧形的光圈 迅速包裹着大片的空间 那些飞至半空的火蜥蜴 就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一般 在空中一顿 随后 嘶叫着 一支支被无形力量 重重地压回到岩浆之中 在岩浆中 激起了一个个 互相交错的涟漪 下一刻 风云无际庞大的神石破体而出 像一柄尖锥 没入滚热的岩浆中 将那一围围火蜥蜴的脑袋 上穿了过去 只不过眨眼间 风云无际 取得了数量庞大的 这种卫面原生的火蜥蜴 就是这里了 以后 你们便在这里修炼吧 直到你们的肉体 能够进过 这种所有卫面 最为灼热的岩浆为止 风云无际转过身 对一众黄金假释道 是 祖宫 黄金战爵 需要极热与极寒的环境下 才能修炼至大城 雪域环境极寒 但还不符合黄金战爵的要求 而极热之地 熔岩平原也无法与这个存在于 不知何时毁灭的空间相比 与风族一役 若非独孤求败 强行催动无极剑道 护住了整个剑狱 将一众风降金袍 加上风云无际赶回的还算及时 恐怕损失远不止这点 与这些古老的种族相比 黄金假释还是太弱了 这个至阳至热的残缺卫面 使风云无际的灵魂 进入到那种极度痛苦的境界 灵魂痛失无数个卫面时 一个无意的发现 所有的黄金假释 都被风云无际安排到了这个卫面 只要再找到一个极阴极寒的卫面 黄金假释的黄金战爵 便能勤之大成 到时便是神级高手 也休想杀死一个黄金假释 一个个黄金假释 散布在虚空之中 于那弧形光圈之上 将黄金战脊横在胸前 盘膝坐了下去 一道乌虹 指风云无际的袖中飞出 正是第五剑弹 风云无际的右手扶过 脚下压制热力与毒烟的领域节点 便转到了第五剑弹上 同一时期 风云无际盘膝闭目 五团光影从体内暴食而出 无限小天地大成之境 画出了五道光影 化身为人形 均匀地分布于五方 十次变换之后 与空间结构连在了一起 一同守护在这里的黄金假释 在另一个空间 那也是一个极热的空间 虽然无法与黄金假释们 目前所在的残缺空间相比 但是对于刚刚加入 剑阁的自由派系高手来说 却是最为合适的 在那个空间里 是一群火星的低等恶魔 与妖魔生存的空间 但对风云无际来说 却是不存在任何威胁 直接以强力将低等恶魔驱除出去 那神秘势力派来的 三千悬疑高手 开始布置了一个范围极其广大 规模极其惊人的阵法 这个脉络状的阵图 乃是修法者的杰作 对于修武者 的确有极佳的巨元作用 每个自由派系高手 都坐在一个脉络节点上 通过阵图作用 所有人同时修炼 筑基武学 同时 由意念剑体大法衍生的高级武学 剑诀 已然传给了他们 在这个安静的空间 暂时地远离了杀戮 所有人一心一意地提升着实力 这正是风云无际 最希望看到的 更加极端的武学 正在严创之中 在这个阵图中心 五个浊白无限小天地化身 同样坐镇其中 守护着一杆自由派系高手 应对任何突发状况 在这个卫面之中的缝隙处 风云无际的真身盘坐于中 硬生生地在空间裂缝中 利用这个天然缝隙 创造出一个天然的残破空间 两个卫面之中 总计十个化身 所感应的一切状况 信息都传导至他的心中 风云无际 盘坐于狭小的空间缝隙之中 而在他的四周 那一片片残缺的空间片状结构上 四名风族一脸气息奄奄 贴在上面 在他们胸腹以及四肢上 四根阴形长缩定入其中 把他们的灵魂死死地定在空间残片之上 第三百七十二章 火魔现世 赤地千里 风族的偷袭彻底惹怒了风云无际 仅仅是那股怒火 足以让风云无际恨不得毁灭了整个风族 但风云无际如今已经不同以往 他不得不考虑对方的报复 若是报复自己 风云无际倒觉得无所谓 但是若是报复的目标 是自己守护下的剑阁弟子呢 这些 由不得风云无际不顾忌 正所谓 投鼠忌器 在想对付风族 必先提高剑阁弟子的实力 今后 剑狱 遇到的敌人 必定绝不止于风族一个 风云无际完全能够预料到 随着与梦想的接近 剑狱的敌人势必实力越来越强 逃避不是风云无际想要的 唯一能做的 便是以绝对强悍的力量 彻底摧毁敌人 剑狱的弟子 实力必须提升 而要人类地位彻底改变 树木强大的太古人类实力 也必须得到提升 而剑狱弟子 便是这种改变的初始 卫面的空间壁上 四名风族高手 被紧紧地盯在上面 风云无际 本想以最为原始 而野蛮的方式 搜索对方的灵魂空间 取得风魔天下绝的功法 但是没有想到 风族却是特殊存在 当进入风族 关于灵魂部分的记忆时 风云无际超越虚空 感受到了另一名强者的气息 所有试图挖掘 风魔天下绝的行为 都会引发风族体内 关于风魔天下绝设定的禁止 从而使他们暴体而亡 从种种迹象看 所有风族暴体的控制权 全部掌握在那名 尚未谋面的风尊之首 所有风族心意相通 这使他们天生 具有很强的合体联机能力 风魔天下绝的修为越深 控制低位者便就越多 只有修成风体 才能算得上是风族 风体成的那一刻 所有风族灵魂内下得禁止 便会递入到风族族长之手 生死犹新 原本掌握在风云无忌手中的 远远不止这四名风族 风尊很快便感应到了 风云无忌的意图 将他们灵魂中的禁止 一一引爆 而风云无忌 努力地阻止着风尊的这种行为 在这种灵魂层次的对抗中 风云无忌渐渐胜出 四名仅剩的风族便是其成果 虽然无法直接搜索出 风魔天下诀的心法 但风云无忌别有手段 一一由风体直接推演出 风魔天下诀的心法 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风云无忌希望由此 能推导出黄金战爵升华篇的心法 意识类的攻击能力 以应对风族此类特殊的存在 另外一个目的 自然便是为了奥含烟了 经过种种推断 风云无忌渐渐得出一个结论 那名化身为战飞的风族女子 修习的乃是风魔天下诀的 衍生心诀 或者是晋生心诀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由普通风族的风体 推断出风魔天下诀 很可能难以利用于挽救奥含烟的身体 另外一个空间 风云无忌以命令那个神秘组织 派遣三千高手 护下了一个续命阵法 将奥含烟单独地隔离起来 暂时性地阻止风魔气 在其体内扩散